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远东地区还存在着未知之数 一战结束了 关于在远东地区该如何协调大国之间的利益呢 于是华盛顿会议由此召开 召开的原因就是 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列强的势力范围 还没有得到确定 尤其是这些列强之间 在军备竞赛方面已经是在日渐的加温 所以强烈的要求能够缓和矛盾 再加上 这一个地区在一战以后 民主解放运动开始兴起 直接冲击着在亚洲的殖民持续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1921年11月 中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比利时、葡萄牙 九个国家代表 在华盛顿召开了这样一个 确立远东地区国际关系的 这样一个俗称的华盛顿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中 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英日同盟的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中国问题 第三个是关于海军军备竞赛 而由此应该对它进行限制的问题 也就是限制海军军备的问题 从1921年12月13号开始 相关国家开始订立了一系列的条约 其中包括21年12月13日 英、美、法、日四个国家 订立了四国条约 直接针对的是英日同盟 拆散原有的英日同盟 第二 1922年2月6日 美、英、法、日益 五个国家围绕着海军军备问题 定立了五国条约 各国建造的主力战舰的吨位 做了严格的限制 第三 1922年2月6日 相关列强和中国 共同定立了九国公约 除此以外 还有1922年2月4日中日之间 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悬案大纲 也是其中讨论的问题之一 最后在华盛顿会议上 还讨论了关于西伯利亚的问题 公开表示了对苏俄社会主义的敌视 经过了华盛顿会议 达成了这样一系列的相关的条约 协议 那么华盛顿会议 对于远东国际关系 产生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五个方面 来对它做一个概述 第一 华盛顿会议 可以看作是巴黎和会的一个继续和补充 它只是暂时的缓解了帝国主义列强 在远东地区的矛盾和分歧 华盛顿会议 它所确立的 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优势地位 也遏制了日本的帝国主义 第三 华盛顿会议 它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 在远东所进行的军备扩张的步伐 尤其是海军军备 但是列强在远东地区的争夺 却从未停止 第四 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 列强所谓通过的九国公约 将中国由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 又开始转变成为 几个帝国主义国家 共同支配 在这种决灭之中 第五 华盛顿会议它维持 并且继续了 凡尔赛体系的殖民统治制度 限制并且压制了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和 半殖民地的人民的民主解放斗争 由此看来 经过了 巴黎和会确立了凡尔赛体系 经过了华盛顿会议 确立了远东的 这样一个国际关系体系 俗称的华盛顿体系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来评价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这样一个一战之后 由战胜国集团 对战败国集团进行层治以后 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国际的新次序呢 我们可以由这样几个评价 首先 繁华体系 它是在欧亚确立了 一战以后的一个新的国际次序 第二 帝国主义的这一个新的国际体系 从它建立开始 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与矛盾 什么缺陷 在繁华体系之中 或许有两个最大的缺失 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的缺位 没有作为一个头号经济大国 美国的支持 或者说美国承担起这样一个 对欧洲反射体系的保障 对国联盟约的维护 那还能成为世界体系吗 其二 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 已经发展到一战之后 在国际政治领域之中 产生了国联 有了初步的国际协调 但是在国际经济领域之中 始终 还没有形成一个类似的国际机制的协调 一直等到二战结束以后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第三 方塞华盛顿体系 它完全是建立在帝国主义 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夺之上的 因而 它是不公正 不对等的 这也为日后的德国的法西斯的崛起 埋下了一个祸根 第四 反射塞华盛顿体系 它完全排斥了苏俄社会主义国家 也体现出反苏 反共的相关内容 其营造下的国际秩序 自然而然它是不完整的 尤其是在 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工业化以后 它已经成长为 欧洲的头号大国 世界的第二号强国 它被排除在外 这个欧洲体系 这个全球体系 还是完整的吗 第五 反射塞华盛顿体系 它是建立在对广大的民族国家 殖民地 半殖民地 欺压和剥削的基础之上 所以从这个体系刚开始建立 就受到了新兴的民族国家 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强烈的冲击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最后做一个总结 繁华体系 它缺乏一个公正的 民主的 普遍性的 在这些方面的不足 自然而然决定了 接下来在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关系之中 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之中 它的作用 这是我们关于 在华盛顿会议 所建立的华盛顿体系 接下来我们对于反华体系 做的一个评价 这次点我们就讨论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